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侯友谊被国民党征召后 虽然郭台铭展现风度表达祝贺 其实内幕有如核弹一般的炸开 郭台铭从头到尾都被朱立伦耍弄诈骗吗 不然为什么郭台铭选得这么的认真 又去美国日本又办大型的造势晚会 那当初朱立伦是怎么取得郭台铭的信任呢 让郭台铭这么的全力投入 媒体人还爆料党中央曾要求郭台铭 40天不要有任何的动作跟声音 不能在脸书上发言 说要产生悄悄板效应 这是在操弄郭台铭跟侯友谊声势的消长吗 那到了5月15号朱立伦跟郭台铭第一次会面 郭问朱为什么一定要在5月17号征召 因为朱立伦当初说是6月18 那郭台铭感叹自己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不过国民党说那是要保护郭台铭啊 朱立伦说你去中南部见了很多牛鬼蛇神 是指郭台铭身边的人 是这样吗 屏东县长周典论说一定不是说我 那张化县议长谢典宁说我属羊的 那这朱立伦不是拆弹反而是引爆深水炸弹吗 侯友谊要怎么修补关系 从消灭黑道后来改口 这个说改过自新就没关系 到所有的朋友只要共同信念都能合作 这些地方派系要缴会买单吗 朱立伦争招侯友谊引爆蓝营支持者大反弹 灌爆两人脸书飞锅不投 没想到国民党中央把这些人都打成是 绿营侧翼反串 见缝插针 郭粉 韩粉又灌爆党中央的脸书了 说是想要永远当在野党吗 明明是蓝营自己的问题 硬推给绿营 蓝粉有这么好骗吗 国民党现在分裂到什么样的程度 为什么几位大咖都没有表态道贺侯友谊 刘家昌是直接点名侯友谊是罪人 希望郭台铭独立参选 那侯友谊现在负面声量有多高呢 参选声明竟然有2000人表达愤怒 都被征召了 还在说市政权力加速 但做的却是选总统的动作 说一套 做一套 总统大选最新局势发展 这些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余梅梅 中江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浩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再是资论媒体王瑞德 中江浩 大家好 那取消的原因 我跟喜爱跟各位还原 我当天礼拜二早上是9点 大概45分的时候 接到郭董事长的电话 他跟我说的是这样 他说一真这个记者会要取消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们贏减不能贏位 就是他就说 就说我们不用靠这个也会赢了 他有信心 就是说他会获得这个征召 他说那我们就是 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们姿态就要低一点 不要太刺激对方 董事长说他笑 他已经在写这个 就是被征召以后的这个 要出现以后 这个说胜选也可以 就下去他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这个宣言 他已经在准备了 这两天他去日本嘛 回来以后 大概会沉淀几天以后 大概就是冷静思考以后 应该会做出最好的这个 他的这个判断 然后最好的决定 那主要还是说 我们是在旁边人会觉得说 这个过程实在是很委屈 国民党争招侯友以后 非但没有大团结 反而是大分裂 因为排除郭台铭的手法 被形容是 把拍掉了 先人跳了 还有碰到金光党了 那现在媒体人黄光琴的爆料 更是让外界瞠目结舌 真的是太劲爆了 那郭台铭感叹自己 错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我要请教清皇了 现在郭台铭是怎么样认为 他是觉得从头到尾 都被朱立伦给诈骗吗 对 而且有一句话 形容得非常的直接 就是郭台铭一直以为 他背后的那个高人 就是朱立伦 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 骗了他的人 他认为也是朱立伦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从头到尾 你会发现一件事 国民党的党中央 尤其是朱立伦所要求的 郭台铭是非常的配合 所以你去注意看看几件事情 我们从三件事情来讲 第一个你去看 这个朱立伦等于说 要求郭台铭40天不能发脸书 从2月16号开始 当时2月份的时候 郭台铭已经表达说 他想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要选总统了 但是那个时候 郭台铭曾经有过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呢 他的幕僚建议他 说你可以针对 民进党的民生议题 去做攻击 所以你可以在脸书上 发动一连串 对于比如说缺淡 等等民生议题的操作 所以当他郭台铭 发了这个缺淡文出去之后 国民党中央 等于朱立伦告诉他说 等等等等 这个时间点 请你先ちょっと待 ちょっと待多久时间呢 40天的时间 请你脸书不要发文 中江你会觉得 这是不可思议的嘛 所以事后这个也是为什么 资深媒体的黄光琴 才会认为说 这个是因为国民党 党中央想要以撬动 这个敲敲板效应 希望可以呢 这郭台铭动作少一点 然后呢 希望让侯友宜 得到比较多的关注 侯友宜的这个民调支持度 可以有机会拉升上去 但是这很明显的 这对郭台铭来讲 其实不见得公平嘛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说党中央那时候意思说 等于是在有点操控 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 之间的这个绅士的校长 是不是 让他们可以 有谁高或者谁低 用意是如此 是 尤其是到了三月 是最明显的 为什么三月去最明显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侯友宜的民调 开始一直往下 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三月四号 林明珍的败选开始 因为侯友宜在选前之夜 没有帮林明珍站台 所以等于对于 蓝英的支持者来讲 会认为 你侯友宜明明升为国民党的 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重要的关键战役 你却没有出来 所以侯友宜在三月四号之后 民调开始向下 所以等于说 郭台铭在这段时间 最可以冲民调的时候 但是他却俨然 像是被封印一样 四十天的时间 脸书不能发文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要讲是什么呢 你看今天国民党 其实在讲说 现在他们认为 要拒绝民进党的三大奥部 但是三大奥部 看起来都很矛盾 什么意思呢 来第一个 他说这个反串非谁不投 拒绝操作策略性的民调 散布分裂阴谋论 可是什么叫做策略性的民调 这是大家在问的 为什么这样讲 来各位 郭台铭今天第二个 他卡住的点在哪里 他第二个卡住的点 是认为说 明明当初他跟朱立伦讲好 是520的时候 作为一个分切点 什么意思呢 520的时候 大家等于说 努力兄弟各自努力 到5月20号的时候 5月20号之后 等于说 这先喊一个stop 然后5月20号之后 做两次的滚动式民调 再来分侯友宜 跟郭台铭之间的胜负 可是很明显的 各位去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是国民党 他们所发出来的 什么呢 你可以看 国民党告诉你 他们做民调期间 是什么时候 他们做民调 他们在综合各家的民调 判断的时候 是才4月18号 到5月14号的时候 有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再加上其他坊间的民调 综合评价的结果 好 终将来 我们现在就问一件事 假设郭台铭跟朱立伦 两个当初讲好的 是5月20号的时候 作为切算日的话 那你是5月20号之后 再去做两次滚动式民调 为什么用的是 4月18号到5月14号的民调 那请问到底是谁骗谁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算你今天 你国民党要提早开奖 你要5月17号时候要开奖 那你也应该是用 5月16号 5月15号 这两天的民调 才比较准嘛 你去拉这么前面的 请问意义在哪里 你们两个真的 在看民调的时候 是看最接近 大家开奖的那一刻嘛 那你去拉4月18号 4月份的 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请问这策略性民调 到底是怎么策略 国民党自己所公布 他们所采用的外部民调 里面有一家 中华亚太经营教育协会的 这个是柯志恩 自己说是带风向 假消息的民调 你也纳进去啦 有一家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出来的民调 跟其他各家都不一样 竟然是侯友宜 大幅领先郭台铭的 其他家做出来的是 郭台铭跟侯友宜在五五波 两个是伯仲之间 那一个差别这么大的 你也纳进去了 那我请问你 郭台铭难道没有质疑的理由 没有原因吗 当然有嘛 所以对于国民党在说 人家操纵策略性民调 对郭台铭来讲 心里看到的也是这样子 好 而且更重要的关键来了 对 因为这个这两 昨天呢 传出来最新的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 这个朱立伦呢 等于说讲说郭台铭呢 叫你到南部去造势 你都去见一些牛鬼蛇臣 那这件事情你知道 这个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议长 一整个大家就先翻了嘛 为什么先翻了 郭台铭到中南部去见的 不管是南头县议会议长 何胜峰 或一直到屏东县议长周点论 这一整排 甚至还包括南头县长许竹华 云林县长张艺善 都被你涵盖在你的 炮城射击范围内 好 结果呢 今天国民党最新的讲法出来了 来各位看一下 国民党最新的讲法 各位看看兜不兜得上 国民党最新的讲法说什么呢 说这个牛鬼蛇臣这个词呢 是朱立伦在告诉郭台铭 要小心身边的公关公司 跟测试都是牛鬼蛇臣 然后呢 这一句话来公关公司跟测试 朱立伦的原话是什么 朱立伦的原话来 各位注意看 爆料的人说 熟悉内情人士指出 朱立伦当场 郭台铭说 当初请你去南部 陪候选人扫街 结果你去见了牛鬼蛇臣 牛鬼蛇臣是需要 他的公关测试 是需要特别跑到中南部去见的吗 没有吧 郭董在北部的时候 就可以见到他的这些公关测试的 所以很显然 你如果牛鬼蛇臣指的是公关测试的话 那不需要跑到中南部去啊 所以显然这一句话跟原文是都不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对郭台铭来讲 当内幕他爆的越多的时候 也凸显出郭董对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不满 的确现在内幕爆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劲爆了 有人让人家讶异 朱立伦可以一路诈骗郭台铭到这种程度吗 甚至到了5月15号 也就是说是正式的摊牌日 到那一天 因为诸郭有二会 然后15号的那个会面 郭台铭都还以为 这个朱立伦会征召提名他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认知上的落差 要请到瑞德哥 现在所了解到了包括 就是说郭台铭当初是如何相信朱立伦的 那朱立伦是怎么跟郭台铭说 让郭台铭认为是 他是可以出来选总统的 然后直到5月15号 郭台铭都还以为自己会获得提名 所以在5月17号 当天应该是5月16号 当天包括有挺郭的记者会 还有宴请中常委通通取消 所以这一路上也让人家压抑 天哪 朱立伦到底是讲了哪些话 让郭台铭可以这么的相信他 国民党里面挺朱跟挺侯的 这个相关的发言人 他们说 这几天 那么媒体还是鸣嘴的爆料 都是见缝插针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照理来讲 郭台铭应该站出来直接脸书 发一个绝无此事 对不对 唯一支持力挺侯友宜不就好了吗 请问有吗 请问有吗 5月20号朱立伦要 力邀郭台铭帮侯友宜站台 目前得到的消息 好像是飞机一搭 要带个蹊跷到日本去 21号才要回来 对 那为什么 就是偏偏 明明早一天晚一天都OK 为什么一定要避开5月20号 他就是北京 我说坦白就是这样 那么无风不起 我相信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相关的提名在礼拜三 定于一尊 郭台铭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呢 那么在脸书上所发表的 四评八文的这个等于说文章 那么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就ending了 就不会有后面一大堆 昨天当联合报的记者 爆出那一篇的时候 就是刚刚亲王所说的那一篇 也就是说 郭台铭在跟这个朱立伦谈了 四个小时 又十分钟的时候 还误以为自己会被挣扎 对 我非常的讶异 我非常的讶异 因为后来不是隔天 11点的记者会在10点的时候取消 晚上的晚宴也取消 那时候大家都误以为 都误以为说 是因为啊 郭台铭认为自己大势已去 就算 就团结 跟侯友宜一起团结 唯一支持 就算了 而大家的以为认知是这样嘛 就不是耶 竟然说是怕刺激侯友宜阵营 因为他即将获得提名啊 对 我的天啊 我告诉你 我要是郭台铭跟我郭台铭阵营的话 我的愤怒是乘以2plus 很简单嘛 你怎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那么至于那个牛鬼蛇神 这四个字啊 我要是郭台铭 郭台铭以前在鸿海的时候 听说骂副总级的以上的人啊 噼里啪的拼命骂 对不对 他怎么能接受 你叫他到中南部去多帮帮人 见了人以后现在说 都是因为你去见的那些牛鬼蛇神 所以民调拉不起来 朱立伦讲的事情背离事实 因为郭台铭的民调不断的升高嘛 再给郭台铭一两个礼拜 我跟你保证郭台铭一定甩掉这个侯友宜 那么跟他的这个差距3%以上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朱立伦眼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不能让他发生 所以突然之间就翻案 直接趁你还没有整个大局压境 大局崛起的时候 5月17要把你做掉 就很简单嘛 我在本节目一再说 我已经讲了快要一个半月了 从头到尾这场戏 郭台铭只是跑龙套的 只是跑龙套跑到后来越来越像主角 自己也演得很爽 尤其那个200公尺大进场走了半个小时 手还被抠伤了一次 郭台铭洗上眉梢 这辈子让他觉得最荣耀最光荣 最爽的一天就那天 你知道吗 他2000多亿取得每交期都没有那么爽 所以你要知道 他晚上瘾 他误以为自己真的这样 朱立伦去骂人家公关公司 我告诉你朱立伦 这四家公司里面 尤其是以媒体人为主的这家公关公司 他去操作业会柯文哲 新竹再见柯妈妈 还有包括去等侯友宜板桥持会工 那么被一二再再二三的制造话题 比你国民党要高明太多了 我讲坦白的 你还在这个说人家 至于说牛鬼蛇神 那么最新的消息 南投县长许淑华证实 那么侯友宜亲自打电话给他 希望以后他多帮忙 也希望他跟议长何顺丰转达 那侯友宜未来到南投去的时候呢 那么会去拜会侯顺丰议长 我问你嘛 中国国民党最需要你的时候 请问你侯友宜在哪里 然后呢 中国国民党的四项公投 最需要你的时候 请问你侯友宜在哪里 然后南投前县长 立委补选候选人 林明珍的选前之夜 最需要你侯友宜的时候 请问你人在哪里 人家需要你帮忙 党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人都找不到 四年前韩国瑜 你也 人家都已经到你 三重水岸公园造势 你也不来 然后呢 人家的太太李嘉芬 到新北市来帮八名 国民党的立委造势 你也不来 最近在三重距离七百公尺 不来就是不来 跟人家有关系 要帮人家的 你买件就是买件 可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人家说 我未来需要你帮忙哦 然后你还要去拜会和顺丰 何顺丰 我给你讲 虽然何顺丰的出身 很多人有意见 但是我跟你说 在挺郭台铭跟国民党里面 他算是有尬死的一条汉子 他说到做到 我讲坦白的 他在郭台铭去南投 面见他的时候 他当场跟郭台铭讲 那么只要不是提名 郭台铭是提名侯友宜 他立刻退党 他马上退党 他第一时间 立刻马上宣布退党 理论是行政 他的理由是行政中立 拜托 他做四年 四年去中了 这时候突然间行政中立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这场大戏 本来照理来讲 礼拜三就应该落幕了 而且我告诉你 昨天非常可恶的是 代表朱立伦旁边 朱立伦的爱将竟然怎么讲 说朱立伦 侯友宜跟郭台铭 脸书下面的留言 是1450 是绿营撤意 是故意去反串的 你们每个人去点看看那些人 那些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反对民进党 大多是支持蓝营的人 而他们只是因为挺锅 现在被你打成了绿营撤意的 1450 这些人的怒火一定是plus 我告诉你 没完没了 侯友宜的庆祝行情还没看到 但是那个烟火已经射向自己的阵营 是的确现在国民党把这些 所谓的什么飞一锅不投等等 通通是打成绿营撤意 但问题是现在是蓝营自己人 这个爆料出来的 包括这个媒体黄光晴 甚至说是有这个挺来人士 比如说黄世修都说 你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作弊都懒得长 竟然是有那种所谓的加总之后 然后来平均 所以他就说不要以为吃郭台铭 够够所有人都要接受你们 蓝营这种所谓的情绪勒索 那再来呢 黄光晴也有访问这个林嘉欣 他就说郭台铭在争取参选的过程当中 也承受到党中央 跟朱立伦的压制 要求脸书四天不能够发文 但林嘉欣竟然是说 这是为了保护郭台铭 这种说法听得下去吗 那正好现在所传出的各种爆料 真的是非常多 那也让人家觉得瞠目结舌 包括说当初朱立伦是如何 这个什么 掏心致腹 让郭台铭取得信任说 侯上来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再来这个郭台铭排定 访美的行程 出发前也有征询朱立伦 跟这个黄建廷的面包 然后他说这两个人鼓励有加 所以也让这个让郭台铭 后来可以义无反顾的 一路往前冲 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郭台铭会这么相信朱立伦 大家这想破头都不知道 说大企业家赚几千亿身家 怎么那么天真 不是郭台铭太天真 是朱立伦太会作戏 他一路上都让郭台铭误以为朱立伦是自己人嘛 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帮我讲真的哦 当郭台铭想要选取 他第一时间就请示朱立伦 请示朱立伦之后呢 开始的朱立伦就说 好没问题 我想办法尽可能帮你开道 没问题没问题 你只要民调冲到赢侯友宜哦 我就一定提名你 然后接着呢 朱立伦呢 郭台铭开始对朱立伦这个言听计从啊 比如说侯友宜那时候被讲草包 被问哇很多国际事务都不同 朱立伦就跟郭台铭讲说 哎国总赶快出国 每日你都有关系 你就去美国去日本展现 展现一下你的power 郭台铭就出国 郭台铭出国后回来 朱立伦跟他讲 哇塞你这状况做得很好啊 这个赞赞赞赞赞赞 然后郭台铭就说 30天内我一定可以超过这个民调 其实这30天哪里来的 对朱立伦跟他讲的嘛 好那照完事 出完国之后呢 那个朱立伦又说 打议题要空战 哇看打这个BNT 打疫苗等等等等的 接着接着呢 他说你要跑地方啊 组织很重要 你也知道我们国民党 这臭脾气啊 哦你那种地方逃郎 你哪些没有好事哦 不太可能啊 哇看着跑组织 跑动员 哎一切都你郭 朱立伦在建议 然后呢一直到 因为是5月17号 正到礼拜三 慢慢帮大家还原 5月15号 也就是礼拜一 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 朱立伦约了 郭台铭到党中央 谈得非常非常久 到晚上6点左右 侯友宜也来 到那个时候 朱立伦都说 哇这真的很难抉择啊 郭董你如果可以 劝退侯友宜的话 我明天就提名你的 后天就提名你的 市長说劝退侯友宜哦 到15号 礼拜一晚上 所以到5月16号 一早天成饭店的记者会 大家人都到 那个记者会 现在传出来 是傅昆奇要找陈玉珍 还有周典论 还有谢典林 大咖云集 要去挺郭台铭啊 16号早上11点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到了 周典论还从屏东上来 谢典林从彰化上来 人都到天成饭店 郭董一通电话打过去说 不要啦 他们会提名我啦 这个我们现在 不要刺激侯友宜 厉害了 了不起了 那晚上这个周典会 也不要啦 不要刺激侯友宜 叫大家赶快取消 我跟你讲 昨天郭出力 还跟我掏心掏肺啊 今天就取消好了啦 结果 出洋变色 到5月16号的下午 出洋变色啊 拿出一份民调 跟郭董讲 不好意思啦 我们内财民调 你就输了啦 你没了啦 你一路啊 都被筐在鼓里嘛 都蒙在鼓里嘛 到5月16号之后 才猪羊变色嘛 那郭董呢 因为当时 因为那不只是筐 那根本就耍弄嘛 把郭台铭耍得团团转 对 耍团团转 然后呢 朱立伦呢 这个人就是这样 坦白讲 管不住自己嘴巴啦 爱这个 这个贏轿 又贏嘴 我跟你讲 后来因为那时候呢 郭台铭整个 5月16号就万念聚完 然后被输了 然后就没有想到 脑袋很乱 然后到5月17号 就是礼拜三中午 才到1点钟左右 发了一篇脸书 恭贺侯友宜嘛 对 对 说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嘛 对 好 你脸书发完之后呢 诶 朱立伦完全变个脸 就逃鬼心扭鬼啦 郭台铭都开始 恭贺侯友宜了嘛 对不对 应该不可能翻桌了嘛 开始各式放话都放 放出来嘛 放什么话 比如说 哦 这个哦 郭台铭之所以是这个 可以整合成功 是因为我朱立伦 二度去郭台铭家 对不对 去按奶郭台铭 有没有这个新闻 有吗 有不对 说他拆弹成功 拆弹成功 强力整合 哇 割到尾啊 要把这个整合的 够到朱立伦要割 然后第二个放到什么 中传会 我们党中央是有邀请的啦 我们有邀请你是这个 所谓你自己后来不来的啦 结果呢 原本郭台铭已经很不爽 怒气勉强压下 已经到喉咙要喷了 就你还给我乱放话 喷出来骂人了嘛 先叫郭守正 打给这个黄建廷嘛 讲没两句郭台铭 电话抢过来嘛 你凭什么说你有邀请我 你有邀请我吗 你中大外公也没邀请我啊 炸开了 对 就黄建廷各个二百五 你知道他说什么 那不然我现在邀请你好不好 哎哎 还有这件事是并桌的哦 对不对 还是顺便的哦 是不是 顺便邀请你来 臭罵黄建廷三十分钟 我跟你讲 这整段哦 朱立伦是诈骗集团 台版KK园区首脑 副首脑是黄建廷啦 因为光是朱立伦 欺骗郭台铭不够 朱立伦还派了一个 忠厚老实 这位信仰虔诚的黄建廷 常常跟郭台铭联络啊 因为黄建廷跟朱立 跟郭台铭有 只有革命情感的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选总统郭台铭 大家都怕韩国瑜 没人敢得罪 那个韩国瑜嘛 黄建廷一路在 在郭台铭旁边嘛 所以郭台铭甚至起心动 就要当副首嘛 好 累积了四年的信任之后呢 这一次只要郭台铭 一有疑问 他就问黄建廷 黄建廷就赶到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信义富邦去 郭台铭这边 跟他拉着手 祷告 我跟你保证朱立伦 已经公平公正公开 有天赋什么 真的真的真的 我说话我负责 这段绝对有 祷告啊 相信我啦 我不会骗人啊 那么见证啊 真的一大堆 怪招很多嘛 就跟诈骗集团没两样嘛 就搞半天之后 你看哦 从头里都是诈骗 后来呢 诈骗成功 一般诈骗集团 我捐款就潜逃了嘛 还放话 放说 估计立的恶度去郭台铭家 还放话 中常会有邀约 然后郭台铭这几年 看节目转一转去 怎么都 每个人都说我被诈骗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嘛 开始回想 真的有被诈骗嘛 所以翻脸了嘛 刚很多说 怎么叫翻脸 从昨天开始嘛 昨天怎么翻 第一个嘛 媒体高层爆料嘛 郭台铭办公室 开始联络媒体 要接受专访嘛 第二件事情 各种平衡 当时真相的事情 通过郭台铭办公室 放出来嘛 牛鬼蛇神谁放的 但郭台铭办公室 放的嘛 对不对 牛鬼蛇神放什么 当初你租立人 叫我多跑地方 往中南部走走 我走 而且走出成绩 大家都听我 就你说那些人 是牛鬼蛇神嘛 所以第一个 找媒体要专访 第二个 找记者放话爆料 第三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切断跟黄建廷的联系了啦 现在没有人可以去 跟郭奈平讲话了嘛 所以现在很简单嘛 这就是玩出火了嘛 玩出 但是玩得太夸张啦 一个泱泱大党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 你要征召或是初选都可以 但不是可以耍弄人 成这个样子吗 耍成这样嘛 所以完蛋了嘛 他至于耍 有什么结果 等一下救民调 论民调 我跟大家报告 国民党第三名 对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结果啦 全台湾里面都看在眼里喔 不管你是不是认同 这郭台铭与否等等 但问题是 你一个党的征召的程序 怎么会如此用这种 几乎是激进诈骗的方式 是取得人家的信任呢 明显现在国民党中央 要怎么讲呢 说是为了郭台铭好 所以才这样子 还是说推给是绿营在操作吗 这跟绿营有关系吗 我行使就目前好了 现在几个媒体报导 还有大家的口径 大概都有一点重叠的地方嘛 譬如说 郭董去中南部 见了一些地方派系的人士 到底有没有如媒体报导 及个我的老公家 包括联合报也都有报导 牛鬼蛇神 这些词是怎么出来的 包括光晴姐 也有用到 那党中央今天有出来解释 就说这是有人刻意见缝插针 可是老讲还是无法化解 外界的疑虑 就是说第一个 礼拜三正式征召提名 侯友宜之后 那郭董就接着就出国了嘛 那显然是第一个 就是说过程中 包括朱立伦跟侯友宜 还有包括郭台铭 见面之间谈了什么 特别郭董跟朱立伦 谈了四个多小时 五个小时 内容谈了什么 第一个中间的一些谈话 过程中内容一定有流出来 第一个你说媒体报导 这些除非合理怀疑 就说郭董旁边的幕僚 或有参与的人流出来 那转述的过程中 是不是转述如实转达 还是说转述的有加油添处 不管再怎么样 是如实转达或加油添处 总是郭董心中 是有不平的嘛 所以我觉得说 整合我看难度工程很高 那比如说党中央也没有去否认说牛鬼蛇神 好像也没有啦 很多媒体包括 包括联合报 包括跑联合报 很资深的记者都这么写了 我不晓这个词 然后一推给绿营就OK了吗 我属牛 我属牛啦 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牛鬼蛇神 我觉得有这种报导 第一个党中央解释要解释清楚 这是因为如果让这些报导 让这些延迟继续下去的话 第一个 这些很多包括地方的派系 或地方的议长 也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国民党籍 就是国民党的党友啦 其实这伤的都是你们自己人啦 是 不管是有没有人见风擦身 不管怎么样 受伤的主体都是国民党啊 也不利于侯友与后续整合啊 所以接下来第一个 第一阶段是 郭董出国之后 到底回国之后 这一段期间 你怎么去做努力 就是说郭董在礼拜三中常会 正式争招侯友仪之前 他至少发脸书 肯定或支持侯友仪嘛 那可是礼拜三 礼拜三结束之后 到礼拜四 到今天录影之前 陆陆续续 显然有一些 有些扎音出来 代表整合是出现问题嘛 所以接下来 不论是朱立伦要整合 甚至侯友仪现在 我讲这样 我觉得朱立伦是惹了一个大麻烦 踩了一个马蜂窝 然后丢给侯友仪耶 侯友仪你现在要怎么去 你抛这个球我不好接 我只是说 现在对国民党来讲 朱立伦的责任 大概告一段落了 因为他的权利 转移给 现在侯友仪变成 国民党的实质共主 因为他已经变成 总统候选人了 他征召出来了 以来出力 接下来他要去做整个 第一个 他第一阶段要整合郭董 郭董出国之后 他要想尽办法 去跟郭董接触 去联系 你不要说手机接不通 讯号不好 或联系不上 这些都不是借口 第一阶段 如果你没办法整合郭董的话 甚至郭董回国的时候 你要排排 至少接机吧 要诚意展现出来 候选人身端要很柔软 候选人要所有 对包括你看 在竞选的过程中 你看郭董他身端都柔软 去见了柯妈妈 去见了柯文哲 去见了韩国瑜 该道歉也都道歉 也都道歉 身端都柔软 死去浑身解数 那未来这段期间 那个侯友仪就要做到 那第二阶段 包括未来 包括跟白色力量 包括跟柯文哲 第二阶段 怎么去做 如果这些做不到 未来包括你把民调 至少要拉起来 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 整合没有整合好的话 对国民党当然受伤 对的确明显刚刚点出 也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朱立伦的阶段性任务 已经达成了 就是把这个侯友仪 征逃出来了 那问题是 侯友仪现在可能是 有苦说不出 因为那简直是一个马蜂窝 现在来你整个是请朝而出 清晃这个朱立伦惹了个大麻烦 包括把这些中南部的派系 通通讲成是牛鬼蛇神 所以周典论说 不是在说我这个周典论 再来谢典论说 我是属羊的 但是好像有人是属蛇的 他是不是在讲 他自己的姐姐 他说他姐姐 党籍的县市长 包含挺郭派的徐真卫 智电有办法修补关系吗 智电能够修补表面上的关系 能不能修补实质的关系 这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可以发现 他现在修补的方式 感觉侯友仪现在使用 就是改过自新这一张牌 那为什么讲到改过自新这一张牌 因为侯友仪在面对 新北市议会质讯的时候 他表示出对黑道的强烈的 这个说要压制的态度 所以当时新北市议员就问他 那你现在如果是 被国民党征召的话 你国民党内有这么多 有黑金案底的候选人 请问那些地方派系 你要不要去见面 他这句话问完之后 侯友回复这位议员的答案 就是改过自新 这个四个字 换言之对于侯友来讲 只要有改过自新 那就化为是可以见面的对象 所以现在呢 他在改用的就是改过自新的 面对牛鬼车车重新修复 除了这个解释之外 我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不然你去想想看 对侯友来讲 他昨天确定 被礼拜三确定被征召之后 昨天就开始打电话 给这些中南部的 议长也好 县长也好 希望能够修补关系嘛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好 你现在是打电话 电话里面 中江打给我的时候 中江表达说 希望能够争取我支持 那我一定告诉中江 没问题 中江你是我们国民党 推出来的候选人 我一定百分百支持你 讲完之后 请问一下 在地方要派 要动员人去投票 请问需不需要资源 这是两回事 要资源嘛 对把他讲说 绝对支持你 电话里面 我可以讲到百分百 我都支持你了 但是问题是回到地方上 我要动员人去支持你 我要不要砸资源下去 这个是看我自己的态度啊 如果我不愿意 那当然我就不要动员嘛 那但是你每一场 你的造势场合 需要我去配合 站在你的场子上面 OK啊 因为反正站台 又不花什么钱嘛 所以帮你站台 在电话里面称赞 你说你好棒棒 这都没有问题嘛 但是实质要帮你动员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的嘛 因为你说人家 牛鬼蛇神嘛 因为我们刚刚解释过嘛 现在中国国民党党中央 今天出来 竟然有人解释说 牛鬼蛇神指的是 郭台铭旁边的公关测试 这个一讲完之后 大家就想说 公关测试需要特别 把中南部去建 不要把大家当傻子好吗 而且我们再回来看 今天这一篇媒体报道 牛鬼蛇神 跟昨天那一篇联合报道的 还不一样 什么叫不一样 他讲得更进一步 你看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郭台铭 对被征造的事情 他是非常的有信心 然后你看 消息人士透露郭台铭宣布参选的时候 郭台铭鼓励他可以多去中南部 陪同这个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扫街造势 而且我们当时大家都问一件事 郭台铭的起手是在哪里 高雄 他在高雄是不是见了 黄柏林这些人 要参选这次立委的人 然后名单谁给他的 朱立伦给他的 党中央给他的名单 让他可以去找到这些人 所以朱立伦不但鼓励他去 朱立伦还协助他去 好 那结果协助他去了之后 所以这边才说 郭台铭方面才会说他完全照办 所以他说怎么知道 朱立伦在宣布征召人选之前 当面告诉郭台铭说 请郭去中南部陪候选人扫街 结果他见了牛鬼蛇神 他迫于无奈 他迫于无奈 因为你见了牛鬼蛇神 所以只好征召侯友宜 让郭台铭记得拂袖而去 这句话你有沒有觉得非常的讽刺 而且对于郭正寅来讲 你要我到中南部陪这些候选人 去扫街造势 好 那我就 我郭台铭呢 反正我有钱 我就真的砸了市场的造势活动 让候选人可以站上台来 这够有诚意的吧 所以你看这个知道内情人士讲的是说 郭台铭因为听从朱立伦的建议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全台走透透 大造势活动 中江你去想一件事 那个郭台铭这市场大造势活动 是不是都有国民党 想要参选立法委员的人上台 有吧 他有没有照朱立伦讲下去 就他配合朱立伦百分百 他听朱立伦话听到底 最后就朱立伦告诉他说 谁叫你去见那些牛鬼蛇神 所以你的民调才会掉 这对郭台铭来讲 亲和以堪 所以你看 这个话讲很重 这一篇新闻给出来消息来源 我们高度怀疑是郭台铭办公室方面的人 不然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 所以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 这个郭台铭呢 因为很生气啊 十分火光啊 气得跟身边的亲近说 我错 错在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错在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这话讲得够重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当郭台铭的话讲到这么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对郭台铭来讲火气真的很大 而且我要补充一件事情 刚刚正好前面提到说 这个按照时间序嘛 因为5月15号跟5月16号 这两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5月15号跟5月16号的时候 其实郭跟那个什么 郭跟这个朱方面是有见面的 你知道在5月15号这一天 对于郭台铭来讲呢 他几个表示 第一个他怎么样呢 他也有告诉这个朱立伦方面说 侯友宜的状况呢 因为代职参选 这个是真的很有可能 你中间出事情这是有包袱的 第二个他还提到一件事情 提到侯友宜对于美中台的关系不够熟 所以他要作为一个候选人 可能会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郭台铭表达完 所以郭台铭5月15号认为 这些事情反应完了 提名他的机会 还增召他的机会 应该还是最大的 就到了5月16号的时候 峰回路转出现什么呢 这时候出现说 朱立伦前一天先告诉他说 这个如果侯友宜 你能够劝退他的话 那么我就提名你郭台铭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你知道这天发生什么事 这一天呢 因为5月16号的时候 朱立伦已经告诉郭台铭 就是要征召侯友宜的 所以呢朱立伦没办 那个郭台铭没办法 那郭台铭怎么办呢 那郭台铭就问他说 那要不然再给我30天 就是我们再拼个30天 因为毕竟最原始 一开始讲的是 6月18号以前 大家把结果出来就好了嘛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连5月20号没到 更何况是6月18号 所以他认为他提的是合理了 但是因为朱立伦拒绝 那所以后来当天 5月16号传出一个消息说 当天郭台铭呢 他有打电话给侯友宜 然后特别到新北市 跟侯友宜见了一趟 就是希望侯友宜可以答应说 这个30天的在延后的时间呢 是可以给他争取到一个机会 但是因为侯友宜拒绝了 所以郭台铭当天才会怎样呢 面对这件事情 他想说 5月16号 我被你朱立伦拴得牛鬼蛇神 我连去找侯友宜 又被拒绝30天这件事情 所以郭台铭当天回去之后呢 恶度暴怒 然后觉得说 这是气到无法入眠 就是这时候来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像刚刚正昊讲的 现在郭台铭呢 是不愿意接那个 黄建廷的电话 因为黄建廷在过程里面 都让郭台铭以为说 你是听我的 你是支持我 站在我这一边的 而且每次当郭台铭 我有怀疑的时候 黄建廷就会握着郭台铭的手 开始在祷告 让郭台铭认为说 这个人信仰虔诚 他是好人 应该不会骗我 结果没想到到最后兜了一大圈 郭台铭觉得 他就是被朱立伦跟黄建廷 整整玩弄了一整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郭台铭现在会震怒跟暴怒的原因 对的确整个的过程 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仅荒腔走板 简直是离谱至极 但是说让人好奇的是 朱立伦的操盘 为什么会操成这个样子呢 来正好 都让人觉得 朱立伦以前大家都认为 他应该是理性的啦 正常伦啊 但是怎么会出现 这样的状况 都让人觉得 他是在真的操盘吗 还是在刻意给侯友谊痛痕呢 还是他是美国间谍 他的任务是毁灭国民党 不然我想不透嘛 我持平而论 你这一团 有太多方式不用搞到现在这个状况嘛 第一个 你直接跟郭台平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我们党 现在因为你2022年装死 对不对 你都没有来 我们党内2022年选最好就是侯友谊 大家有共识 你这个东西 你要加入 我们很欢迎 可是你现在 我们真的没办法帮你破例 这说得通啊 对不对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这样讲 郭台平如果硬要加入 国民党都全部骂他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招 而且他那时候也没加入党啊 对也没加入党嘛 不好意思 侯友谊就是最大的母家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不见郭台平 可是你就直接公布 我国民党知道正招侯友谊 我们就是万众拱侯友谊一个人 我们都等侯友谊什么时候点头 我们什么时候去拱他 什么时候正招他 那郭台平死掉心也可以嘛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因为你早点让人家知道新郎不是你嘛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好 你如果去撩郭台平的话 你就弄个公正的初选 对不对 对对 至少你要公正吧 对嘛 你弄个公正初选嘛 结果那个民调 蓝印的人都说这俩包你不能作弊 那你公正初选也不敢做 你就征招 那是个公正的征招嘛 什么叫不公正 这个就是不公正的征招 我要看国民党五月份内参民调综合比较 这个民调我讲过太多次 非常多玄机嘛 时间是五月五号到五月十三号调查的 方式电话加手机 两家民调公司三家民调 无问题 郭台平第一场招是什么时候 五月七号高雄凤山 我们讲郭台平打的第一个大议题 打中了BNT议题 是什么时候打的 五月九号打 换句话说 这位民调为什么把五月五号 五月六号纳进来 那两天郭台平还陷在 核四的议题上面哦 对 对不对 全台一线是一核电议题上面哦 掐头 这叫掐头 什么叫去尾 17号征招 他可以做到几号 15号 14号15号 这两天绝对可以做 16号一天幕僚作业绝对够 对不对 你看13号1415不见了 他掐头掐尾 把郭台平强的 因为郭台平是民调慢慢往上嘛 把最后强的两段掐掉 两天掐掉 1415号掐掉 尾巴 郭台平不强的 把他纳进来 这是掐头掐尾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明显哥有常常过初选 或说明显哥也看过非常多初选 有这种比较方式吗 沙喀都 侯友宜25.43 柯文哲25.27 赖金的30.4 郭台平25.57 柯文哲23.97 赖金的31.2 因为 侯友宜输赖金的4.97% 郭台平输赖金的5.63% 侯友宜输比较少 所以侯友宜赢 有这种比较吗 对比是民调 有说看输对手多少的 哪有是跟对手比我拿几分 跟对手比 侯友宜拿25.43 郭台平拿25.57赢 没有逻辑 再来一对一 侯友宜36.7 赖金的34.27 侯友宜2.43 郭台平36.9 赖金的35.4 郭台平1.27 因为一对一 你郭台平赢的也比侯友宜少 所以是侯友宜出现 有这种 看绝对值吧 郭台平36.9 侯友宜36.7 对 我第一次看过 有人做民调 对比是 我的分数比瑞德哥高 硬的转过来说 不好意思 因为你输比较多 还有这种事情 民进党做初选 有一区去年市议员 插到一通电话的加权 听懂没有 那个人 那个市议员 后来有当选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只赢一通电话 然后那通电话 刚好是年轻人接 在里面加权 初选过关 更遑论 两个一对一或杀咖 都郭台平都比侯友宜高 怎么会提名 有些都乱比的 那有这种事情 对 好 他说没有到党内互比 侯友宜赢9% 请问你之前有讲说 要看党内互比吗 也没有啊 这完全量身打造 这完全量身打造 就是我一份民调拿过来 我跟你讲 朱立伦哦 念到会计学博士 对哦 跑去台大当这个会计系教授 对 毕生功力就在做这份民调 我跟你讲 对他是教授 毕生功力就在想办法 微调出一份 说得通的民调吧 对 我跟你讲 这份民调 是国民的五月份内参民调 综合比较 会永垂轻死 他会留在所有政治学的教科书上的 负面教材 要做民调 因为这是台湾现在世界半逃体的中心 我在讲一次哦 对 所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核心的主要反对党 对 做出来总统参选民调 他会永垂侵蚀 对 第二件事情我最后讲 会发生什么效果 我跟你讲哦 麦坎特 这是国民党内参民调 对不对 沙喀都 侯友宜现在赢柯文哲多少 赢多少 侯友宜25.43 柯文哲25.27 赢这么多啊 侯友宜紫盈柯文哲0.15哦 很麻烦啊 麦坎特 不要说绿于民调哦 对 不要说带风向哦 对 好 我讲哦 侯友宜现在很危险 柯文哲爽歪了嘛 你去看到底多少 下面留言 我要弃猴头科 对 在还没出事之前 只赢0.15 我问个简单的问题 郭台铭 现在不用去赞柯文哲台 我跟他巧遇一下 我跟他直播同框一下 就不得了 就大补完了 大补完嘛 所以你看柯文哲这个人 有多奸诈 礼拜一的时候 在友台专访还说 我现在跟郭台铭没有合作 可能郭台铭自己把话说死 礼拜上郭台铭一被冲掉 然后开始网路上 开始要气候宝科的时候 科威者马上开记者会 申员郭台铭 对不对 重点来咯 7月要提名 国民党全大会要提名 对不对 7月国民党全大会 正式提名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第三名 要第三名 怎么办 怎么强棒出几 他们不是每次国民党 最爱就是强棒出几吗 那我问个简单的 现在来营 是不是很希望下架民进党 那如果来营内部 柯文哲第二名侯友宜 第三名会气谁 气侯友宜 气侯友宜嘛 所以这件事情是出大事 不是出小事 我们当然郭台铭的个人委屈 我们为他感受到惋惜 可是朱立伦这方操作 百分之百让国民党变第三名嘛 而且不只让国民党变第三名 我在讲他内参民调都只赢0.15而已 国民党变第三名嘛 第三名后来营自动启动启动气宝嘛 柯文哲变反律教主嘛 赞 我跟他讲真的赞 真的赞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此时此刻 正式拿到美国保护机密线人的资格 未来台湾出什么大事情 他应该享有上美国第一班班机 头等舱的位置 他应该完成任务了 来美美姐怎么看出这个没想到在2023年国民党朱立伦操盘操成这个样子 演出一个大惊奇 我先讲齐千我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朱立伦这样干的结果是损人不利己 他其实让国民党置于一个最坏的境地 也让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几乎也要走到绝境里头 因为你想想看 要提名侯友宜 去年大胜就可以提名了 对不对 我就定于一尊侯宜的民调绝对比现在好 国民党类自己要整合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你还得罪地方派系 对不对 什么牛鬼蛇神一大堆的 对不对 你还得罪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深蓝的 你还得罪了知识蓝经济蓝 你得罪了锅粉 更重要的是你乐了谁 柯文哲 不可能再整合了 所以这个如果今天国民党轮为小三的话 我请问你朱立伦还有政治前途吗 真的就是历史罪人 但是照这个轨迹看下去 我可以跟各位讲国民党真的非常有可能成为小三 刚刚那个某个媒体做了一份最新民调出来 各位听好 大肆宣传的 我们就讲T台民调好了 我就老实讲 T台民调大家都知道 是很好的民调公司 但是他真的有强烈的机构效应 各位听好了 说 这个侯友宜不得了 盖过赖清德 赢过柯文哲第一名 听好 听好 有机构效应 侯友宜很强的 30% 30% 好 赖清德27% 柯文哲23% 听好 有机构效应 加上有刚提 征召的效应嘛 结果侯友宜 勉强占到30% 我请问你 这个30% 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吗 只要侯友宜 没站稳三成 我请问大家 柯文哲在盘算什么 柯文哲心里在想 好啊 这个天下大乱 我形势大好啊 你越乱 你这个侯友宜未来面临几个要整合的 我就讲深蓝 地方派系 对不对 然后包括呢 这些知识蓝经济蓝 中间的选民 年轻的选票 这些都不容易呀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他现在先逼着侯友宜 现在先干什么 你看哦 侯友宜现在 接下来第一场开讲 要去跟谁同台 去跟那个 徐晓星 深蓝的 罗志强 对不对 这些人都是非常深蓝的 谢龙介 所以他在干嘛 这些都是以前他完全不会接触的人 对 可是他去 他去靠近深蓝干什么 就是提防李克文哲 来挖我的墙角嘛 那我请问你 侯友宜这样一干的结果 他会有中间的吗 不会了吧 他会有年轻多少选票呢 甚至于之前大家认为说民调高 可能因为他披着一点 因为他本土嘛 大家会觉得说 你是国民党内比较本土的 搞不好挖得到一点绿营的 这些也都没有了嘛 所以侯友宜怎么站得稳呢 好 那你接下来你的两岸 你的国际关系都是空的嘛 那克文哲在旁边这样插根针 插个缝 然后或者是 郭台铭跟他这样无言的临视一下 通台侨议一下 你那些一些选票还会再跑掉 好 只要 只要这个侯友宜没办法站稳三成 然后长期不要说 这个站稳三成 他只要跟柯文哲差不多 或者是输给柯文哲一点点 我请问你 国民党那一堆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年轻的 或是那些深蓝的 或是一些在媒体空 这个 这个效应的 会不会跑去 比如说 去跟这个柯文哲吃个饭啊 吃个面啊 喝个茶 直播一下 会不会 各位想想看 在新竹市立委补选的时候 到最后什么样子 林庚人有没有好可怜 然后高红安有没有 哇 建这个建那个 有没有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这个 速倒狐瞬散啊 会不会到时候 真的是重演2000年的悲剧 2000年是什么 国民党提名的 谁 连战 连这个连战第几名 第三名 叫我第三名 有没有可能 柯文哲就在等待这一刻 而目前看起来是有可能的 因为柯文哲 善于操作空战 而侯友宇本身 非常boring 空战能力不足 加上他地方派系这些 他都已经得罪了 那内部都没有办法整合 他怎么办 那最后我们就要说回来 那朱立伦干嘛这个样子 对 那是不是后面 我们不可知的压力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很可能 国民党在这样继续走下去 他非常有可能 重复2000年的悲剧 是 简明哥怎么看 这后续啦 侯友宇是要如何去 收拾这个残局 这一段内容是这样子 事实上在中午的时候 周典论他们就觉得不对劲 在26号中午就觉得不对劲 说郭台铭不是你哦 所以郭台铭去见 这个朱立伦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到底要选谁 那时候的气势 这个郭董气势引起来 那朱立伦就说 不是你 是这个侯友宜 然后说你去见了 这个牛鬼蛇神 他起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去对 面对郭台铭 把这个事情给 这个稳定下来 所以才说了 这牛鬼蛇神 但我们回来一件事情 当牛鬼蛇神 这句话一出来之后 侯友宜就已经阵亡了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侯友宜回答多弱 如果我今天假设 你真的这个被牛鬼蛇神 这样讲下去的时候 我是侯友宜 我第一时间 我大概就冲到南部 这个跟郭台铭 见过的议长 全部都见过一面 你说这个速度很快 其实你早上出发 这个高铁一座 你要见到屏东的 这个议长 你要坐到 郁州昀宁县的副议长 你要都见到 这些我们说的 张瓦的副议长 副议长 甚至你要冲到南头 先去见鼠华 跟这个议长再说一下 你做到了没有 没有 所以摆明一件事 你对牛鬼蛇神这件事 你有没有办法 第二件事情 他说怎么回答 他说 所有朋友 只要共同信念 都可以合作 那意思是说 没有共同信念 我一般来说 你要选举 所有朋友都是朋友 你加了一句话 只要有共同信念 你共同信念是什么 我在问一下 侯友宜 你的共同信念是什么 我很好奇啊 你从来没有谈到 共同信念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回答这句话 很弱 所以牛鬼蛇神这句话 对这个南高 南部的中 从应该走 苗里以南都伤 我们这样说一句话 你把它扩大解释 拜托 郭台铭可是见到 这个中南部的立法委员 这立法委员跟他同台 难道这些立法委员 也是牛鬼蛇神吗 这个事情知识体大 而且我们再说一句话 这句话再把它扩大起来 对不起 虽然我们说 每一次的场合 屏东一万八 凤山一万 这个台中有一万 也有快进一万两万人 这夯班当这些人 你就扩大解释 全都是牛鬼蛇神 我请问一下 这个侯友宜 你还要到南部走吗 所以回答一件事 在这个情况下 侯友宜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 赶快把这个牛鬼蛇神 转过来 可能他自己也傻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这问题 杀伤很严重 我们谈这个事情 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回答一件事 朱立仁到底是什么心态 朱立仁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我想选 你不让我选 那我就告诉你 就是让侯友宜去选吧 至于侯友宜能不能处理 这已经不是朱立仁 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 朱立仁基本上来说 其他在2月15号 那个时间点 就应该处理 我们回到2月15号 当时黄建廷就去见的 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跟黄建廷讲白了 我不一定要选 如果真的能找到很好的人 OK我不一定要选 那这个事情 就到这边结束了 结果没有 到2月16号的时候 黄晏加码 他说要整合所有非绿的 这个非绿的这些阵营 那你不是给郭台铭希望吗 我就是可以最整合的 当初就是朱立仁跟黄建廷 去把郭台铭 把他撩出来 然后接下来 连盛委又讲一句话说 国民党必须争取 这股善良的正面力量 那你不再撩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他觉得 你看我是大善主 我要捐BNT 我要到台大 捐这个直指的 这个我们说 把这个 HI的这个设备 我是大善良 我是善良 你去撩他干嘛 如果那时候 不遇到他就没这些事 就没想到郭台铭 就说就好 那你把这个 整个游戏规则来了 我就继续来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整个过程当中 一起来找 这个郭台铭 最信任的黄建廷 所以回头一件事 你叫郭台铭 怎么能接受 所以我第二件事情 郭台铭气炸了 你知道你要惹 这个人气炸完之后 基本上 我真的不知道 他气炸完之后 的状况会是如何 他听你的话 40天没有发表认述 他听你的话 去见了这个南部的人 他也听你的话 就是尽量能够 让这个南部 这些立法委员 能够上了台面 好了 他照做你的事 我们在商业上这么讲 你叫我怎么做 我照做了 就你不做 我跟你说 这件事 我说有两种事情 一种叫爱跟恨 其实恨的力量 比爱的力量更大 所以回头一件事 我认为 对 由爱深恨 对国民党 我认为郭台铭的特质 那加上你又把他周围 这些特质 全部骂过一遍 我要这么说 以前我们是说 郭台铭身家上千亿 现金好几百亿 我们以前说 这是国民党最大的 可能的筹码 现在要反过来 思考一个问题 你惹郭台铭生气 到时候柯文哲 真的就在 你每个立法委员 就来一个立法 全部就安排一个候选人 然后郭台铭去赞助那些人 你觉得 事情会怎么演变吗 到时候柯文哲 到每个地方 都有郭台铭的金援 到处办说明会 请问一下 柯文哲的声量 会不会越来越碾压侯友宜 一定嘛 那你想想看 所以怪不得 这个范世平 就是说一句话嘛 侯友宜 搞不好比红秀柱更惨 我要说一句话 侯友宜 绝对比红秀柱还要惨 现在连最深蓝的人 尤其是高雄 黄复兴诸位立刻 我这样讲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单纯 因为高雄左南 高雄凤山 高雄岗山 还有我们说的 比较属于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几个比较深蓝的区域 里面最大的庄角 就是黄复兴 所以这些事情 真的 你今天我这样讲 高雄这些立法委员 全部插在一旦了 这些立法委员本来想说 也是希望说 看看某些地方左南区 有没有拿回来 哪些都拿回来 如果今天连黄复兴的主委 都决定要走了 如果我是侯友宜 我一定急到不行 我现在人根本不在新北市 我现在已经直冲高雄 回头再到南投 表达善意 就附近请罪要做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朱立仁 以其说朱立仁把这局搞坏了 我倒不如说侯友宜 根本没有能耐 把这个局给搬回来 就看他的选票 从屏东一直输到苗栗 苗栗新竹可是大票仓 还有花莲 还有花莲 富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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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出现 所以也就是说 那加上台北又是柯文哲 大本营 新竹基本上 我这边特别叫 侯友宜大只剩新北跟桃园 新北也会大输 也会大输 我这样说 侯友宜没有这个能力 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你去看那画面 在中常会的会议结束之后 侯友宜不是很开心吗 跟每个人握手 他握到一个人的手 这是新竹市的立法委员 好 那你知道他的笑容 见到这位新竹市立法委员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停掉了一瞬间 马上就要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竹市立法委员 是支持郭台铭的 人家已经原本支持郭台铭的 都到中常会了 准备支持侯友宜 理论上 你应该给他一个 要是郭台铭 要是侯友宜 韩国瑜 你觉得会怎么做 一定是一个大拥抱 拍拍肩膀 兄弟请你支持 结果不是 他见到这个新竹市立法委员的时候 表情立刻凝结 然后接着走过去的时候 这个新竹市的立法委员 还是把他抓住 握握他的手 新竹市最大的票仓 也是深懒 所以回头一见 你觉得侯友宜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烂摊 在发生媒体人爆料之后 现在郭台铭拒绝在跟朱立伦方面联系了 国民党方面昨天就召开一个记者会 就把这所谓的问题通通推给绿营 他们说这是五大绿营政治蟑螂 整喉的奥布大公开记者会 就指控民进党就寄出 假装什么非谁不投 操作策略性的民调 散布阴谋论 提前操作气宝 还有什么所谓的花式排列组合等等 五大整合奥布 呼吁蓝军的智者团结 不要被见缝插针 那金黄 这个部分蓝营的智者 作何反应呢 听说党中央的脸书又被灌爆了 对 国民党党中央的脸书又被灌爆 转到这个其他的说是绿营的奥布 我也是觉得真是福气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这整件事情 其实就是朱立伦跟黄建廷两个演到 让郭台铭发现 原来你们两个是演的 你们两个过程中不是真的 郭台铭发现他自己是真心患觉情 那为什么这样讲来 你知道这整件事情 这个我们就我们在讲 国民党党中央 今天一直在告诉大家一件事说 郭台铭不可能在五月十五号礼拜一那一天 他不知道说自己不会被征召 国民党党中央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郭台铭你礼拜一都看过民调了 那你就应该知道 曾招就是侯宇就不是你郭台铭 可是我们还原礼拜一发生的事情 纵向你知道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对朱立伦来讲 从六点到晚上十点这段时间 能够让郭台铭一直搞不清楚状况 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郭台铭是一个大企业家 我们分段让大家知道 礼拜一的晚上六点到十点时间 六点左右是在干嘛 六点的时间 朱立伦跟郭台铭在吃蒸饺 然后呢在吃水饺 然后呢这个朱立伦就问了郭台铭说 哎呦你的妈妈年纪这么大了 最近是你健康状况怎么样啊 那你太太怎么样啊 这种无意义的事情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绕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搞到七点的时间 所以你看四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个小时老郭就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郭台铭等到七点左右 直接切进去重点 切进去重点直接在问说 这个他在看这个侯友宜 如果他代指参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七点之后发生的事情 然后到了八点的时候 侯友宜来了 来了之后呢 哇朱立伦这个时候呢 因为刚刚前面这个郭台铭都在提 他对侯友宜的疑虑嘛 那朱立伦也没有做结论啊 到了八点的时间侯友宜来了 好这时候朱立伦怎么样呢 开始这个变成主考官在问侯友宜说 如果是你出来选总统的话呢 那你会怎么做呢 然后所以当时侯友宜呢 先提了一个堡垒说 他说我的市政经验有十一年非常的丰富 然后目前要打选战的话呢 对郭台铭虽然认为我代指参选会有问题 但是我新北市已经有个堡垒计划 这个堡垒计划呢 会把新北市防守的非常的好 不会被民进党给攻破 这个堡垒计划就在那时候提出来的哦 然后等到堡垒计划讲完了之后呢 他又提到说两岸问题的话呢 我们当然是捍卫中华民国 好那中将这件事 对郭台铭来讲 你这句话有说跟没说是一样的 因为美中台的关系 你还是没有论述的很清楚 好到了八点之后呢 到九点的时间呢 你就发现他们一直 就是说对于这个朱立伦和黄敬廷来讲 朱侯两个人唱双簧 是然后一直没有进到重点 然后过程中你知道 拿民调给郭台铭看的时间 只有十几分钟而已 各位你去看哦 除了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刚刚前面郑号叙述的那一些 再加上外部的坊间民调 一大堆的民调 十几二十份 然后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请问你就要郭台铭吸收什么 郭台铭看完之后 郭台铭的反应是 对没错 这个民调趋势反映出来 我的支持度在增加 这个民调趋势跟我自己在做的 跟坊间的民调一样 我的支持度在提高当中 所以郭台铭到此刻为止 都认为自己会赢嘛 然后那个民调是说 让郭台铭看完之后 然后就还收走是吧 说不能让他带走 不能让他带走 那十几分民调就是给郭台铭 看了十几分钟之后呢 然后又收回去 那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他就认为说 那对这段时间的趋势 我的民调是上升 侯委民调趋势下降的 所以郭台铭认为我会赢啊 所以郭台铭在五月十六号的时候 礼拜二的时候 郭台铭叫幕僚 去拟胜选声明 意思就是他认为自己会名 所以呢 你知道因为五月十七号 就要征召了 所以幕僚还很慎重的 问郭台铭说 我们要不要拟一份败选声明啊 你只有你胜选声明 会不会太笃定了 郭台铭